残疾人士现在可以获得居家护理服务 这个由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推出 为期两年的试点计划 让16岁及以上有体脏或是滞胀或是轻度自闭症的人 获得治疗、个人卫生护理、家务照料和用药提醒等服务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陈振生表示 由亚洲妇女福利协会 以及新加坡滞胀人士福利促警会提供的服务 将让残疾人士可以在家接收护理 照顾他们的人更容易得到左邻右舍或是社区的支持 因此能拥有更多的时间休息 这是政府协助残疾人士继续融入社会 并减轻看护者负担的部分计划 居家护理服务也让不需要或是不适合到康复 或是托管中心的残疾人士受惠 在残疾服务总栏图下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将继续提升 残疾人士的医疗服务并扩大服务选择范围 继续提升